並爆米 西城� Wirtschaftock 沈西城 林康征 Baby 徹里論進 天下大事 香港日視 昔日往事 沈大 unhealthy 小時候任何桃花 來自來真的有效 我就不覺得 桃花是做生意 就像我爸爸 他想走桃花 給我媽媽打巴 他就好生意 花開富貴的意思 桃花開得好 那年頭運氣好 他求桃花求生意 我們年輕人有什麼叫桃花 買足球來踢得多開心 新年我家裡有很多朋友 我爸爸做建築 下面的人跟他賺錢 就一定會來拜年來坐 來坐 我家裡是這樣的 做個原寶茶 給原寶茶 就是一個陷中的蓋著 倒了茶葉 滾水 旁邊有一粒青橄欖 生的橄欖 青色的 給你吃 吃完有些果盤 糖果 接著就有兩樣 做一碗湯圓仔 或者就是那些什麼 蓮子 糖蓮子 糖冬瓜 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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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鹹的就是三種小湯圓 那都很花生意做 一定的 每人來 所以很忙 我媽媽和我公友沒有休息 應該要 從早上九點幾 就有人來 一直到下午三四點 有些是在吃飯 中午的 有些是吃晚飯 就開兩餐 多數 中午的 就是通常的朋友 晚上是親戚 打牌 賭錢 就吃完 年初一到年初二 不停 年初一三就沒有人來 因為我們也不是 上海也沒有 但那些人 有很多人娶了廣東老婆 赤偶 星期三 上海沒有 就可能靜下來 年初一二就年三十萬 年初一二很忙 來打牌 今天來了一班 第二天就來第二班 所以分開 有些一定是年初一來 有些是年初二來 就給離市 我們小孩燒炮獎 就想上天盤 燒炮獎 那時候很流行炮獎 最好是金錢炮 金錢炮 不用點火 一扔下去就爆 結果危險 會爆炸 後來被禁了 還有一種叫火箭 那些很危險 這件事 我要說的是 以前在一個好駛國 西哥都是 我還沒回幼稚園 但那時候我很貪玩 然後我家人 帶了我回 我媽媽那邊的鄉下 就是叫山美的一個地方 那時候真的是鄉下 想想一下我小時候 是鄉下 因為城市很多東西都不可以玩 那些鞭炮後來都禁了 但唯獨那裡 可以玩一件事 打下去那些我也是玩的 金錢炮 金錢炮 我們叫金錢炮 還有一件事 我很深刻的 那裡有件事叫做屎炮 屎炮 有屎炮嗎 你放了一段時間 之後它就會爆了 它爆了就會爛了 啡色的好像一堆屎 我小時候都覺得很搞笑 但是那次之後 一直到大後都沒有再玩過 但我很記得 因為它真的很像鞭屎炮 燒炮掌有好有不好的 不好是怕火灼 風高蜜燥 有些人就炮炮 亂丟 燒到衣服 會弄到人是很危險的 但是氣氛真的好 真的好 但是我很怕你炮掌 你不在一個專有的地區 例如燒 垂街燒 真的很危險 你的衣服被證 有些人扔到你的頭 把眼睛弄到眼睛 有些火箭炮 吹吹吹吹 真的能彈到人 所以自從 報導之後 你禁燒炮掌 現在香港沒有炮掌 但你回到18鄉 是元朗 還有人燒炮掌 才是很傻 不是可以在警察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因為現在我們 香港最愛是元朗的鄉山 又有錢又有人 他是自己圍村燒 他又不會跑出來燒 所以你圍村拜年 我教你 你又戴褲 戴一點眼鏡 什麼都不怕 怕火箭炮 如果你有眼鏡 加一眼的保護 你擦不到眼睛 我就不怕你 因為最怕擦到眼睛 所以就很可怕 因為我們小時候玩 我們是狀況犯 我們有一種玩法 叫燒噴噴 你不知道嗎 燒噴噴 不知道 怎麼樣 爆了炮掌 還沒燒完 爆了 然後 摘開它 它變黑色 一點點 噴噴 進了眼 幾乎送醫院 很危險 但很好玩 叫燒噴噴 現在很多人不知道 炮掌爆了 炮掌爆了 你把它咬 咬斷它 有黑色的 火藥 一些嘶嘶 其實很危險 很危險 很危險 弟弟那邊懂得危險 現在知道 所以燒炮掌 其實害多過來了 但好像是熱藍 真的好熱藍 炮粥一聲 除夠響 現在沒有炮粥 除不了夠響 所有的壞東西 都在那裡 村仔的東西 你不找炮粥燒了 以前為什麼有炮粥 說有隻怪獸 它會連牙 整天來捉人 所以要炮粥 嚇走它 我想說 一炮一爆 那些壞東西 全部都脫掉了 古人說得好 炮粥一聲 除夠響 自從炮粥 死了這幾年 不如這樣吧 我們家裡 錄些炮粥聲 你有沒有燒過炮粥 你有沒有燒過炮粥 放煙花可以不可以 放煙花也不可以 放煙花也不可以 放煙花要申請 你不能夠自己走去放 大陸就可以這樣 放一座爆 如果你在加拿大 如果鬼佬不出聲 自己家裡有花園 就沒有人來 最多是太夜宵 就吵人家睡覺 我想現在加拿大 溫哥華 根本就不是鬼佬 中國人多了 中國人你去到 你不用說那些文明 有沒有搞錯 火門說國語就搞定 跟香港沒有什麼分別 你燒炮粥 你家裡有個小花園 你在那裡燒 就沒有人告你 除非你扔我炮粥在旁邊 看到我那裡 還有人家睡覺 搞得一位老 尤其溫哥華 都習慣了你 中國中國新年 算數 進一齊看你的武師 沒事的 反而加拿大過年 我聽到過癮過 現在內地有些地方都不准燒 沒有那麼過癮 不准燒嗎 不准燒嗎 不准 禁了很久 因為真的很危險 大城市不准 不准燒 但是進步 如果你說新年流 或者炮長大火 就沒有意思了 有些炮粥廠 一整個大火 試過幾件 幾件 幾單 所以這些危險的東西 取締了 雖然有些少許遺憾 但都是正要的 其實這些取締 我也贊成 對不對 對 有些舊的習慣是不行的 影響到公共的 但問題就是 炮掌是會影響人 但是傷了你的身體 就不是一定 但是有些舊的習慣不脫 枯住了人的靈魂 那一刻就挺拿命的 那些真的要脫 對嗎 但是沈大哥 我前陣子經過一些 都挺老的 上海的食店 突然間他買什麼 上海盆菜 但是盆菜不是 香港獨有嗎 上海盆菜 上海盆菜我還沒聽 就是看到有些鮑魚 或者有圓體 上海呢 就是暖窩而已 我也不知道 或者以前有個背 但是我活了六十多年 都是正宗上海老的 盆菜是 在香港而已 沒有 在香港 因為我講真的沒有 沒有的 應該這些盆菜是暖窩 沒有分別 煮熟了 真的在裡面 不過一層層 上海就沒有盆菜 一層層 即是 就像現在那些精龍一樣 不是 它這個暖窩裡面有很多格 一格格 這裡就是 譬如 街上有蝦 蛋糕 豆腐 這樣 所以就不是一層層 但是這些是上海式的暖窩 又跟廣東 客家的盆菜有些分別 但是食物 就任你 大家差不多 都是熟的 客家盆湖菜 有熟有不熟 上海的年糕有沒有吃 上海的年糕呢 就是白年糕多 有一種是糖年糕 分咖啡色和白色的 都是甜的 我就不太喜歡吃 我喜歡吃的年糕 就沒有味道 就靠調味去煮的 有些打燕 那些 我自己炒年糕 是 糖年糕 我好像做了一個元寶 那樣的糖年糕 一個是咖啡色 一個是白色 有些是桂花香的 是 我父親就很喜歡吃 我就一般的 但是這些糖年糕 蒸就沒有吃 煎就好吃 煎 真的 煎好吃 沒有吃過 所以我力上可以 加蛋會不會 好一點也好 這些就是什麼 椰汁年糕 這些就是 我們香港人發明的 吃半夠就好 例如那些發明的 椰汁年糕 中國人是香 上海人是沒有的 唐年糕就是唐年糕 唐年糕是桂花的 你知道嗎 桂花多好 多香 桂花 平時喝茶的桂花高 桂花茶也很香 所以我就覺得 上海人呢 那個年糕 你們是戰隊 是嗎 油角 上海人沒有的 沒有的 上海人沒有什麼 但那些很熱氣 經常是煎堆 打散 護角 但是那些 我以前小時候很開心 因為那些 就是過年之後都吃的 還有最終吃糖冬瓜 糖年糕 打開全盒 糖年糕 上海也有 剝瓜子 是的 那些剝什麼 那些不是紅瓜子 黑瓜子 一種叫奶油瓜子 一種是黑瓜子 一種是白瓜子 是 是 摩登瓜子 我們沒有的 是濕 最多人吃的是掌油瓜子 掌油瓜子 什麼顏色的 黑色的 裡面有 那個殼 黑色 黑色 中間是黑色的 黑瓜子 黑瓜子 我們叫做掌油瓜子 掌油瓜子 掌油瓜子 就是吃這些東西 是 吃就是你們廣東人 比我們上海老的 你們有什麼法菜熊市 我們沒有的 一定有 初初來 就是你們不發財嗎 不是 吃頭髮 好像是頭髮 我們上海沒有的 不用開市 發財 我們上海沒有這些 橫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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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菜奏手 沒有的 它就是什麼 鯉魚 是 即是我們上海人 沒有吃發財 我們笑 哎呀 媽媽為什麼吃頭髮 媽媽真的 廣告人 頭髮都吃 我真的覺得是很 好像 不知道做什麼 頭髮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不是 那些就是乾的 那些豪豉 是 發財豪豉 就是發財豪豉 是的 廣東人很講義頭 是的 上海人就沒有這樣 比較的 我覺得上海人就沒有這麼迷信 福建是最迷信 潮州也是 然後廣東 南方人比較迷信 我們上海 因為只有風氣師先 就沒有這麼迷信 浙江那裡也有很多 上海市就少 南方迷信 因為以前的楚文化 吳越文化 是的 但是挺個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 辛苦了我們父母 都是 其實現在廣州到過年 還有很多餐廳 基本上全部酒樓中菜那些 菜名全部變成 發財好事 橫財在手 你不知道是什麼 不是 香港也是 你現在是 新春春名 都是這樣的 單位不知道什麼 以後寫明 豬手 那隻雞也不知道 很有趣 他改道你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你不看 你不知道什麼 但是你都很意頭 香港也是這樣 廣州其實平時那些老酒樓 就算不是過年的酒席 都是用這些 詩詞歌庫來做菜名 所以現在廣州 多了很多那些 新舊混合的餐廳 好像都是吃舊的 或者是吃新的 但他就用舊的裝修 裝修到古色 很古色古香 廣州我就覺得茶樓 好像高 剛才那些 在香港可能年高 年高 可能平時周樓 就不一定有得吃 但是其他三食高都有 那廣州就不是 廣州的茶樓 就是一年四季 每一天都是超多 我想問你 現在的舊區 還有沒有舊式的茶樓 你說廣州 廣州當然是廣州 廣州有 其實也有保留的 好像是 以前我父母在北苑 有一間很出名的地方 在北苑結婚 現在東南西北四個明園 它就是用一些 有山有水的庭園式那些 現在北苑好像已經沒有了 但是現在 我經常去南苑 也是另一個人 也有 很漂亮的 是不是舊區 不是 挺好 十幾年前去舊區 喝茶挺有趣的 雞球大包都有 是有一種味道 雞球碗 很有趣的 沒有了 好像連香還是保持 是焗鐘 在香港哪裡是焗鐘 沒有了 現在很多美國都有 是嗎 雞球碗都少 在香港 雞球碗 然後有那些茶樓 玩魚蝦蟹的時候也有 是很有趣的 是很有趣的 但你們是魚蟹 我們是窄色仔 窄什麼呢 是三顆色的窄 是 三顆色 鬥大 鬥大 我們沒有蝦蟹 排狗 小排狗不是天狗 四隻 不是打天狗 上海也很少打天狗 是排狗 排狗 麻雀 窄色仔 15戶那些有沒有 沒有 那些是廣東的 啤牌 後來有 那些人 21點 21點 就是這麼多 所以這個島 上海也沒有你們這麼厲害 沒有廣東人 但是全中國最難島哪一個省 你知道嗎 你又說是內地的 你知道嗎 我不懂 最難島的省 最難島的省 又不是廣東 我們廣東沒有份 潮州 不是 最難島的省 不會是江蘇那些 當然不是 我開了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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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貴州最難島 嗯 接著是湖南 廣東是第四五島 那些地方是這麼難島 那些地方是這麼難島 那些難島 整個男人 女人都是難島 是 福建又是難島 難島什麼呢 是合彩 是 是 你知道嗎 最難島 最難島是四川 貴州 知道嗎 廣東也是名列五甲的 就是打麻將 包括潮州人 知道嗎 福建 這幾個省 四川 貴州 廣東 福建 潮州 潮州不是 湖南這五個省 就是名登五甲 知道嗎 因為潮州屬於廣東 是啊 很難島 上海就沒有那麼難島 上海就是怎麼島 是講排場玩 豪島 就是上海人以前很兄 現在沒有了 現在不夠 溫州人很厲害 去到澳門 都是為呂志和先生貢獻的事 是 十萬二十萬下注 就叫做下冷地 五十萬一注 一百萬一注 這樣放進去 這些是溫州客 是通常之豪島的 其他的土豪 你不要說了 因為他是拿國家錢來贏 是 你知不知道 國家錢就自己落袋 不是 所以我現在知道 什麼事 他拿了國家錢來賭 如果他贏了 他把那條數蓋回去 他本錢是國家的 他不想輸 譬如他拿一天出來 贏了五千萬 他擠回一天 他有五千萬 所以他本錢就是國家 其實他都很有良知的 他不是想將你國家的錢去輸 他想拿了你國家的資本 誰知道通常都是輸 這樣才撞板 出發點是好的 出發點是好的 王岐山先生 因為我認識了很多人 他說我不是的 我贏了之後 他擠回去 他不是想吃了 誰知道輸到過夜 夜的不走 輸又不走 結果都是輸死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賭錢 你明白嗎 還有我不知為何 吃一下 剝瓜子 會有開心果 開心果 又不是香港的 又不是中國的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們大內地 即上海吃水果 吃金油 是 金油 是 西西石油 西西石油 大陸也有 哪裏有吃那麼多火龍果 是 砂糖吉 沒有 我們在上海 我發覺 吃真的不及到廣東 是啊 廣東食 菜食 真的不及 其實我們很簡單 吃年糕 炒年糕 齊菜 肉絲炒年糕 也不是很高檔 那些濕年糕 有湯年糕 就是黃牙伯 肉絲年糕 就是叫做年糕湯 我喜歡吃黃牙伯 就是這麼多 沒有你們廣東 那麼多花咬 那麼多東西 就沒有的 水果很簡單 梨、蘋果、金 就是這麼多 橙很少吃橙 沒有人吃橙 吃金的 金甜甜一點 橙酸 沒有人吃橙 上海人那天 不要說什麼叫橙 才叫什麼新奇事 橙食 沒有的 汽水也很少喝 上海人叫做荷蘭水 上海人叫做荷蘭水 就是汽水 汽水、荷蘭水 因為初初是荷蘭文 所以叫做荷蘭水 可樂 湯水也沒有 真的飲得好 好像有個朋友說 可樂真的飲得好 我叫做可樂 很好的名字 飲得好 飲得好 但是很少人 因為當時喝可樂 卡士 很高級才飲可樂 很多人給你喝可樂 吉子水 橙汁叫吉子水 喝汽水叫荷蘭水 都是外國的食物 因為以前 上海有外地來的食物 一定是高級 本地食物 喝謝水 喝什麼 湯 酸梅湯 酸梅湯 其實好像是北京最流行 酸梅湯 不是廣東 我們就喜歡喝玻璃汽水 你叫玻璃汽水 波子汽水 玻璃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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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說玻璃汽水 裡面不僅只有可樂 有很多款 以前最喜歡喝的當然是沙士 現在都沒有了 有 有 很貴 沙士有 綠寶我喜歡喝 然後有 紅寶 還有很多 還有水蜜桃 蟹汽水 維他拿 我們以前也有很多 那時候有哥拉 有沙士 有忌廉 有的 忌廉 忌廉我去香港才喝過 沙士好喝 沙士現在還有 我也很喜歡喝 沙士好喝 現在在廣州很難喝 不是 香港的超市 沙士罐裝 沒有遵當玻璃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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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廣州很喜歡喝 花街 花街 我們去花街 喝玻璃汽水 他去花街跟我們去花街也不同 真的有得寫 去花街 喝玻璃汽水 就是救人士廣州 真的 老廣東 很過癮 你覺得那些老式的廣東人 說廣東話很過癮 是的 花街是甚麼 所以有一次我去澳門 經過一個人 我跟他聊天 都是在賣東西 我一聽就聽到 你不是說廣州人 聽到的 他不是有些舊式廣東話 那些用語是有些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舊式廣東話說得最好是誰 關德興 他的手 整個都是舊式廣東話 你知道嗎 舊式廣東話 全部都是舊式廣東話 我們聽到的 我們不知道 很過癮 很過癮 舊式廣東話 好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 跟大家說了這麼多新年的事 我們先說一下 對繼年的期望 你先說一下 我當然希望可以繼續跟兩位一起 做好這個西城說事 也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一起賺多些錢 不過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期望很小 我就是希望香港 香港 國泰民國 再沒有那麼多思念 什麼都可以談 和和氣氣 和氣身材 身體健康 就是八個字 和氣身材 身體健康 好 希望大家 發達 看天 沒錯 恭喜恭喜 好 拜拜 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拜拜